詞曲 李宗盛 其實看完這本書之後 我最大的感想就是 花了很多的腦細道 因為它剛開始整個曲徒得很大 所以我一直動腦動腦動腦太厲害之後 晚上兩三個小時之後才睡著就失眠 在這本書的一個主角 神探百羅 我覺得它是一個心思非常細膩 它破暗的時候 我覺得它把它當作一種藝術 有一種藝術感 就是它破暗的時候 講究很多事情的王妹 然後也從我們看不到的事情 一同的角度去看到觀察入圍的很多東西 我看它描述的外在 會覺得它應該是一個 有點少年紀吧 是有點地點 可能講話也會比較沈溫 可是沒有 它有時候都會很自戀 就會說 雖然你以為可以瞞得過我 可是白蘿我 老舊在裡面講完句話說 發現了破綻 或者是它會說 白蘿小小的灰色腦細胞又開始運轉了 就是這點很多小小的俏皮在它裡面 就會讓我覺得 哇這個 這個偵探 說是老頭嗎 好像也 心中也做了一個嗨 我覺得它這個描述的還蠻細膩的嘛 你比如說 死者它的那個 手心嘛對不對 都朝下 然後嘴巴裡面都含著 袖扣 那 我覺得這個就是 就是作者他要鋪陳嘛 他要給讀者就是說要很有畫面 我覺得最低人的就是 他一直到後面 快要講出雙手是誰 然後他的搭檔已經說到底是誰 白蘿還會說 那辦得聽過幾次朋友 或者是跟真理就是那個 嫌疑犯 他們兩個就鼻子一來一往 卻讓搭檔完全置身事外 我就會覺得我很像那個搭檔 所以我當下 就真的完全被白蘿先的鼻子走了 就好像真的是跟著他身邊 然後他用那個搭檔的話語 很巧妙地表達了我肚子的心態 我覺得白蘿跟開鼓器相的關係 有點像老師跟學生 又像一個接班人 其實白蘿認為開鼓器 他是很有潛質的 只是說他現在看事情的角度 都太過於簡單 我覺得那個是經驗跟機會使然 但他非常看好他 因為其實開鼓器 常常給白蘿很多的排地人 讓他們找到破案的那個契機 我覺得有一句話 還滿有他的一個 透露出他這個角色白蘿的一個重要性 他就說 因為我的朋友 我希望激發你的想像力 假如你不考慮最不可能的可能性 就無法成為最好的偵探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他白蘿這個角色 他一個滿 智慧很高的一個地方 對我覺得他這句話講得還滿滿好的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